无人机 特种飞行器 自带GPS卫星定位 还能将图像实时传回来一场高空直播 如此专业的设备恐怕只有在电影剧组才能见到 而如今它却有了另一种使命 高空监控接杆燃烧情况 弦度1.6公里 符合起飞条件 起飞 此前 黑龙江省政府下发了 黑龙江省禁止野外焚烧接杆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实施方案 方案中提出哈尔滨市随化市黑龙江省蒙肯总局辖区全域为禁烧区 天上飞机忙着监控 地上巡查组忙着宣传 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禁烧令 以后呢就得按照商业要求做了就不能再烧了 不能再烧了 他上来走的有什么纸 这烧就是外的环境 是 知道这国家号召商业 我们就想个办法要一个东西 东西吧 这个节杆的用啊 这个咱们这个政府 老百姓都要想办法 政府能够做原料 那是做一点 一纸禁烧令让大家都为难了 对于当地政府 无人机的使用增强了对禁烧区的监控 一旦出现火点 该辖区政府就会被追责 对于当地的百姓没有合适的方法处理接杆 还不如一烧了之 烧完之后不无缘环境吗 无缘环境你咋整个的 你翻地翻不了 你让你推你翻地 你翻不了你咋整个的 那就是说在那个收割之前 村里面没有说集体给咱们就是统一过 讲这个事吗 讲过讲过你咋整个 村民说他家有近二十亩的水田地 如果人工收割 就可以将收割的稻草进行打捆 不用焚烧 但是现在很少能雇佣到工人来收割了 集体完了还雇不上那种整烧机 街杆没人收 没钱收 来不及收 收了没地方放 导致焚烧街杆依然在继续 纵使航拍器加大了监管力度 但是街杆去哪儿的问题 依然没有解决 烧菜做饭取暖 在河北王庄村 村民李爱君用上了一种新型燃料 而燃料的前身就是街杆 自己点花菜杆 来找工程的一款 我也不用管事了 到冬天我手 我到那拿回来 几个月前 王庄村在中国农大技术人员的帮助下 建起了生物质燃料厂 不但处理掉了街里乱堆乱放的街杆 一年还制成了1500吨街杆煤 除了王庄村 在河北苍州东瑶庄村 全村700多户平房 加上200户楼房的村民 已经用了10年找气 而村民瑶旭华 就是找气的研发者与推广者 碎街杆有正街杆 或者有多的有少的 有温度高的有温度低的 然后都装好了 放在恒文箱里面 同样在沧州青县 耿中生物质能源开发公司 是沧州市最大的街杆找气站 他们生产的找气 成为全县几千户农民 做饭取暖的新能源 在姚徐华的技术支持下 找气站产生了找叶找渣 还能变成多种有机肥料 价格比普通有机肥降低50% 虽然已经有种种 将街杆变费为保的办法 但是这样的技术如何推广 如何普及 如何扶持 最终还是需要靠政府的介入与帮助